串联双北的万大中和线 这首列车已经从巴西出发 历经1万8千公里的航程 抵达了台湾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同框来揭幕 还登上了车厢体验 那么预计在2026年 新北端的围离拆除之后 2027年就能顺利通车 水澜波纹充满新电锡和大汗锡的自然异象 万大中和线首列车朝气蓬勃电联车 正式亮相 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 登上列车最后开始进行安全检查 对啊这个其实它除了内装 防纹材质啦 对不对不然就是 对的不然就是它 它是这个铝合金或者是说它FRP 车里采用不锈钢材质 每节车厢共设置26个座位座椅 每列最多可搭载700名乘客 同时车厢内部包含地面和窝环 都备有防火设计 保证乘客安全 这一次的列车 未来会有总共19列 这当中列车长度是70米 而且108个座位 可以搭成700个乘客 那同时也会串起 双北以外也会追未来的 中和的树林县 然后一直到渠楼 从金城机场的举光镇起到 中正纪念堂镇 万大中和县全线9.5公里 目前已完成77%的建设进度 不管是从中正建堂出发开始 行进包括南海路 西藏路 万大路 然后一路到双河主城 我相信不只带给所有市民朋友 跟边境的交通 也会带动沿线产业的发展 我们会努力让万大一起在2027年 能够完工 但是我想这是我和树长共和的比较 预计2026年新北端尾离拆除后 2027年就能顺利通车 未来从中和高中站到中正纪念堂 只需14分钟 书解中永和的交通拥塞现象 提升双北市民交通便利性